Leo聊世紀,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日本人 這一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盃2的比賽 這個比賽是由T90與戴夫所舉辦的 第一名的獎金是有4450美金 第二名也有3000多美金 這個比賽肯定是要參加的 賽制是有128位選手來打淘汰制 打到後面還會進入到64強跟32強 目前是128強跟64強的部分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台灣TAG高手克勞德雲大 對上這位Timo,Timo也是很頂尖的選手 但是沒有到世界等級 但是他至少在全球至少有100名以內 所以也算是非常強的一位玩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雲大選擇了到中國人 中國人在游牧的開局 初期就有很好的優勢了 因為一開局這個TC一下完 這個城鎮中間蓋完之後 就可以立即獲得這三村啊 所以這個前期的經濟開局優勢就非常可怕了 尤其又是在游牧開局的時候 你需要先穩定自己的肉量 然後再去趕快五個人伐木按下第一個漁船的情況的時候 中國人往往會有點優勢在 所以我覺得雲大這邊選擇的中國人是相當聰明的一個選項 可以看到Timo這邊是已經蓋好TC 但是可以看到村民樹已經是被有點拉開了 因為在游牧的情況下 你第一隻村民可以去把碼頭拍在這個漁池的旁邊 可以拍在這個海濱旁邊 你可以立即撈肉 讓中國人在前期的這個斷村的情況下 變得化為烏有 不太會有這個斷村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覺得Cloud選擇中國真的是一個明智之舉 明智之舉 那這邊看到三隻村民的優勢非常可怕 資源已經遙遙領先了 中國的經濟真的是太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的捕魚優勢是在前期還算蠻好的 捕魚速度相當快 可以讓他快速升到城堡時代 但是日本人在陸戰的部分 還是主要靠馬攻跟步兵單位 去做出自己的優勢打擊 日本武士打UU有外增上效果 但是中國人他的UU是中國聯優 UU就是寶兵單位的意思 中國聯優遇到日本人的日本武士 通常是中國聯優是優開的 而且中國聯優打日本人的馬攻也是優開的 所以整體來說 KIMO可能要打贏的話 還是得靠自己的戰毛兵 或者是要轉一些其他單位 起兵路線去反制會更好 還好是這兩邊都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不用擔心攻城器的問題 所以這場比賽 弩炮或是頭車 可能會佔據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主導權 我覺得 中國這邊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攻兵騎兵都能打 你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但是問題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是很強 都沒有特殊能力 這是他比較可惜的一點 那中國人也是也可以打這個安息人戰術的 也可以打馬攻的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他的馬攻路線也是可以正常打的 那在日本人呢 打步攻兵情況下有額外增上效果 中國聯優遇到 日本的馬攻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點55開了 中國聯優的話造價成本低 而且傷害極高 我是覺得是有點互相傷害的 也不推到說日本人的流低馬 一定會有一定的 優勢在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 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那沒意外的話 游牧前期還是會盡可能的打海戰 要盡可能把對方的漁船燒掉了 才不會讓對方滾起這個經濟的水球 那再來前期的部分 還是要先去開一下採礦一地才行 開始升封建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挖礦了 我們這邊還要等個100木頭 那這邊就要看 克朗德要不要偷到6艘漁船 哇靠這T莫已經偷到6艘漁船啦 這個漁船偷的有點多喔 我偷到6艘了 偷越多越好 補下一個採礦能力 會不會是偷到8艘呢 升到封建時代的話 極限按的話可以按到8艘 但是你的戰船 不會是雙碼頭 我是覺得還是雙碼頭比較穩定 6艘我是覺得是非常極限的喔 這邊補下了碼頭 這樣子的話 待會再補到5個人挖金 雙碼頭就可以不斷 火戰船 去做成壓制 克朗德這邊可以選擇戰艦部分 也可以去做出自己的後續的工兵的 接續的一級射 都是不錯的選項 日本這邊也是 克朗德這邊先升到了封建時代 但沒有打算要打戰艦 而是火戰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克朗德這三村的優勢喔 一直還在遙遙領先喔 非常可怕 只能說 中國在這張地圖的優勢喔 真的還不錯還不錯 好但是日本這邊是直接 汽海 前置了射箭場 那克朗德這邊要小心喔 可能有可能會被射穿喔 好這人拉了一隻村民過來蓋 但是並沒有發現 這邊已經要被偷偷來了 好那這場比賽呢 是克朗德的 2比2的比賽啊 克朗德反應很快喔 看到工兵馬上就蓋了一個箭塔啊 要把這個金給守住啊 只要主金不斷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啊 好那海戰的部分現在是打到55開 第二艘過來 克朗德第一艘火戰船送掉 結果克朗德一個是鏡像開局啊 我也想走工兵 你也想走工兵 大家一起都走工兵 結果海戰的部分 出了5艘火戰船之後 並沒有再繼續大打出手了 但是克朗德已經成功繞到了後面 從左邊繞過去 但是後面也有一艘火戰船做攔截 暫時 Temo火戰船是輸給了 克朗德 但是前方的戰艦是有打贏到 而且還修了這個戰艦 好現在工兵還在努力騷擾 冰工廠這邊沒有蓋好 沒有蓋好這要回去敲一下 OK敲好之後趕快回去 克朗德這邊 金礦有點 被小小控制了一下 現在已經變成了8人挖金了 那這邊弓箭手也要出發了嗎 OK出發了 看一下克朗德這邊能不能鑽到一村 現在Temo沒有抓到克朗德任何一隻村民 克朗德有機會喔 這邊稍微的手控一下 Nice 有了 走A搞定了一隻 克朗德現在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工兵路線 畢竟中國人走工兵還是比較適合的喔 這裡轉了一些毛病在家裡 現在Temo在家裡也補了一個射箭場 要防守 現在完全斷金了 Temo並沒有投資劍塔 只能說Temo大意了 他認為自己已經 獲得了 攻擊優勢 克朗德就不會前置射箭場 結果 結果這四隻弓箭手 快要射穿Temo家啦 海戰的部分的話 目前還是Temo獲得了一些優勢喔 克朗德海戰可能是有點 陷入了劣勢狀況 海戰的碼頭還是要補一些戰船才會穩定喔 但是前面的工兵也不能斷喔 雖然對於兩邊的海戰跟陸戰的操作來說是有一定的要求喔 但是現在看起來克朗德這裡有點危險喔 日本人這裡已經點下了一擊的工兵鎧甲 但克朗德也是啊 兩邊都有一擊的工兵鎧甲問題不大 那現在工兵要先稍微繞一下 看可不可以去抓下海邊的村民 Temo有感知到危險嗎 沒有 沒有 拉著人拉走 克朗德也沒有打算硬抓 沒有看到人就走了 好那現在這裡村民 完蛋了克朗德 我也愛村民被抓掉 但是克朗德經濟戰損 有點糟糕 有點糟糕 不是克朗德 是Temo的經濟戰損有點糟糕 被抓了五隻村民啊 克朗德還這邊偷點了一個輪軸技術 村民還是遙遙領先 中國經濟越來越好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四隻工兵 拉打一下 點下了一擊農田 準備要轉往撒田路線了 這樣才可以更快升到城堡時代 撒田撒田 那家裡的部分應該是穩住前面戰毛兵工兵過來會合 但是這邊Temo點工兵點得很好 克朗德應該是要把工兵拉走會比較好 用毛兵去跟對方擄小一下就好了 不太需要用自己所有的單位去跟對方正面硬幹 結果後面這工兵出來 直接被打到殘血 Temo想要錯著錯 這個操作做了一下 後面的毛兵血量掉的有點快啊 這隻戰毛好像有點被D打高 高打低的關係 血量掉的有點快 三隻工兵漏了過來 克朗德這邊漏得很好 這就是用戰毛對戰毛 工兵就去繞幹就對了 讓對手一直逼你去來打 結果家裡的漁船被騷擾 日本人這邊的漁船優勢還有四艘 這時候日本人鈴鐺可以去 偷偷再多按幾艘漁船 但是經濟有點極限 他的木頭剛剛被控到了一下 而且現在又被拖抓了五村 現在沒有辦法再繼續穩住漁船的數量 先生時代 待會再看要不要考慮開TC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開TC有點危險 木頭趕快再多補一點 補到了14個人 等到木頭有點偏少了 這個牆壁還在站崗 三隻工兵在左邊 戰船繼續補在了左側的位置 待會一上去還是要先升級弩炮戰船 弩炮戰船趕快先手下 提摩這裡沒有打算插進塔 主經一直被控制 被弄到生活很難治理 那我目前看起來提摩的想法是要趕快來開城鎮中心 還是這個場況地不要蓋了 直接補TC補在這 但克拉德這邊有高低優勢 如果這邊看到TC的話 肯定會在前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做潛壓的 目前看到提摩這邊是一升到城堡時代 並沒有轉型城鎮中心 而是先補了一個馬砍 先轉騎士出來砍這些戰毛兵 克拉德這邊依據 依舊還在按這個毛兵的部分 拉了一隻村民往前 這邊是想幹嘛呢 可能是標新碰到的 左邊馬弓出來了 提摩這邊走了馬弓路線 中國這邊要考慮繼續走戰毛兵 戰毛兵配生旅先防守 家裡現在戰船又溜了進來 牛炮戰劍並沒有先升級 兩邊的海戰是 且打且珍惜 並沒有大打出手 反正是入戰打得比較積極一點 OK這裡火戰船燒掉 搞定 那現在 喔 結果是提摩 現在高地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僧侶如何招響 喔 這裡有一個 戰船被燒掉了 結果馬弓被戰毛兵打到頭破血流 日本這邊的馬弓配騎士有點被壓制住了 右邊的僧侶 不是僧侶 駱駝出來 先過來砍一下 先砍掉一隻毛兵 再砍弓箭手 左邊逼退回去 在這裡可能會被溜進來 後面火戰船撈到了後面 日本人的漁船 右邊還有四艘 好 戰船過來 燒一下這些 馬弓 騎士 這裡補了一個房子 這邊是很荒的意思嗎 收穿了吧 收穿了吧 走了走了 拉駱駝過來解一下就行 這邊還燒得到啊 這樣不虧 OK 燒爛 落索搞定 Cloud這波打得非常好 後面的部分 戰艦部分也慢慢出來 投車也出來了 現在看起來 馬弓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Cloud現在只能用戰毛兵先稍微擋一下 城堡挖出來 才有可能轉中國聯弩 但是目前這個情況看起來 中國聯弩不一定要出 戰毛兵先稍微擋一下 待會看要不要找個機會 補城鎮中心 好 這邊直接貫穿 吐了 哇 提摩應該是爆了 Cloud 我覺得可以講那個字了 文 這裡已經被抓了九村了 那現在提摩的經濟 現在是有點落後的狀況 也沒有補下城鎮中心 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事情 結果前期這裡不投資 劍塔還把石頭賣了 不知道拿去幹嘛 也沒有開PC 我是覺得 怪怪的 這個不符合這個常理啊 好 那投資車現在 再往下走 哇 要是這邊開城鎮中心的話 這邊就很穩了 結果現在戰毛兵過來 就很難受 Cloud現在 戰毛兵打馬攻投車 定有優勢 但是 日本人這邊還是嘗試點了一下 偷點掉了兩隻 殘血的兵力 直接走進來撞TC 想要逃離投石車的危險 走進來 一扛 城鎮中心的傷害 哇 這一坨直接A了過來 太猛了 太猛了 回頭打下 馬攻 喔 結果在這個邊邊角角 還是被戰毛 被城鎮中心給打到 哇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啊 好 後面的鎮鎚趕快 閃閃來遲 在前方作戰 左邊又有馬攻過來 就 哇 克勞澤 蓋TC的村民被抓包了 但是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你看到你家在蓋TC 但是中間很忙 有非常多的兵力 馬攻直接拉回家防守 克勞澤這坨鎮鎚 讓對方 感到很慌很慌 馬攻一定要全力拉回家 射鎮鎮才行 現在鎮鎮沒有二級馬開 被射到還是有點疼啊 但是投石車 銀炮全部搞定 駱鎚開始自由發揮 想砍誰就砍誰 又砍掉兩匹馬攻 這一波克勞澤我覺得不算虧 反是大賺 17吋拿下了 現在日本人的經濟已經剩下40吋 克勞澤 56吋打40 OK 克勞澤這邊還來為對方送鹽 送了一頭水牛 對方你要不要吃一下 很香的 現在右邊 馬攻 現在來到了13隻 馬攻事量慢慢成型了 克勞德的戰毛兵可能要再補一些 不然這個馬攻可能會扛不住 現在T魔經濟已經開始有點炸裂了 沒有辦法很正常的去補經濟 這張地圖的重點就是要往前補城鎮中心 因為這裡墓區 外圍的墓其實並不是很多 中間的 墓區資源還是比較豐富 而且有高地的主動權 這裡說村 三毛兵 打一下 克勞德這邊高打第一反擊 夾緊 有點困難 放棄 武炮穿勢 好 好現在戰毛兵稍微擋一下 克勞德現在 處理的狀況是非常優勢的狀況 雙TC已經開容 Temo這邊則是沒有石頭可以開TC 要開TC還要買回來 但我覺得Temo這邊想法就是要單TC打到底 那待會這個經濟雪球讓克勞德滾起來應該就穩了 穩了 怎麼輸的那一種 好那目前看到的情況是中國人 69村對上是三村 Temo現在奴靠按的有點多 要不要補個頭車呢 但是現在克勞德並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應該直接用駱駝A就完事了 好待會再補個一攻駱駝傷害起來 直接駱駝A 一直A一直A就行了 好補了一個品種 原來剛剛沒有補品種 好現在大軍壓到這裡來 但是現在後方還是有拼在騷擾 克勞德成功了把日本人的碼頭全部解決掉了 好海戰優勢拿下 克勞德這邊六艘 六艘漁船還是有在補碼頭 這就是細節 漁船可以不補 但是碼頭一定要記得 開始往野區補 這樣補魚的效率才會好 好那現在Temo也點下了 品種科技 馬光的血量開始大幅上升 這個戰貓兵血量掉的有點快 後面的駱駝再一次直擊 黃金礦的部分 還是有駱駝溜了進去 直接爆砍一波這被村民死光 提摩 走遠了 17打36村 克勞德不理你的馬功 我直接去你家晃晃 家裡已經一片狼藉 打出了GG 恭喜克勞德 拿下比賽勝利 提摩這邊 很有聲勢風範 恭喜你 前進下一把比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克勞德這邊經濟是非常可怕 可以看到這邊前面 經濟是有在領先 一直領先一直爽 從前起的部分 3分鐘開始 經濟就一直是 高於這個紅線 就可以看到這個克勞德經濟 一直都是很好的 只能說 克勞德這邊 選擇中國 是完全正確的選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可否